嗨,大家好,我是廖辉 今天教大家练三脚肌 也就是这块肌肉 我是祝远,我无火 不好意思拖了 在举重里面的话,如果这个肌肉的话 它会起到一个失称 就是说举重它有一个失称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杠铃死死地点 这块肌肉 它就属于锁住,锁肩的那个肌肉 所以说漂亮的话,身材好的话 这块肌肉也需要 对,是吧,咱们就肯定不用来说不用体重 但是衣服要穿上,撑起来 这肌肉好看 这要能起来,所以应该是 咱们现在学悦一点,咱们就为了穿衣服好看吧 好,来 你用这个吧 然后首先 双脚与肩同肩 然后两手 放实 然后 吸气 一 慢慢的放下来 慢慢的 再起 可以控制住 下来的速度 这没多少那儿觉得特累 对 你还没有用这个 你平时用多少 我们平时用大的 15公斤的 黄的那个 对 这样做 做十个 一般人做十个 一般人做十个 做十个就够了 对,做十个 十个为一组 十个一组 然后我们坚持做到六组 四到六组 对 然后每天坚持到四到六组的话 然后这个肌肉 基本上我觉得两组的话会有明显的效果 是吧 很想做 然后我教大家第二箱 第二箱就是这个皮筋 这是应该是运动器械商店能买到的 对对对 运动那个企业专门店 然后就可以买到这样的皮筋 然后这种皮筋呢 它有一个弹性 这样吗 有一个 有个这样的弹性 可以做蛋弓的 对 做蛋弓的 也可以 然后这样弹性 我们怎么来练呢 这样 找一个柱子 结实点的柱子 我们可以拿这个 找个柱子 对 找个柱子也可以 然后 我们把它弄成一样的 一样宽 一样长 然后首先怎么练呢 然后这样 这样套住 然后双脚也是肩部同宽 然后手臂 这样 然后稍微站远一点 站远一点 然后我们也是 第一个是挺胸 抬头 然后第一步是重挫 肩部旋转 这样 这个动作也要慢 你看 是吧 然后可以 要是力 可以加难度的话 然后就再往前一点 然后再往前一点 然后都是这么慢 也是在慢 都是硬 明显能感觉这一块是硬 它这个练这个三角肌 会有非常浅度的效果 因为你是这样在旋转 然后前面转五个 慢慢的 动作要慢 然后再从后面这样 再倒一倒 然后再往前面 再往前面 我们再三角慢慢转 但是动作一定要慢 一定要慢 肌肉更好看 更有线条感 然后它训练的过程中 它这个 是把这个三角肌再拉扯 在这 在这拉扯 拉扯 然后 就是 变得大了之后 它不光光是好看 然后还能往自己的肩 保护肩 现在可以做